对于消息群求手不易主义 二人女企业家临男 强势登顶首富宝座 至新临男身降下十万亿 首富临男表示 丁心将来 将豪制三十亿美金 为父亲购置豪华住宅 南娜 老爸 老爸想死你了 真的 你这个丫头 都是手术了 怎么还冒冒失失 老爸 我是你女儿 你亲都不让我亲一下 亲 让亲 亲 妹妹 再吃个 对了 你不说是三点 想做这个 怎么提前了这么多 秘密 待会儿就告诉你 我 走吧 这个东西 嘉丽 我看见林远珊出轨点了你了 妹妹 真是恭喜你啊 没想到你这相亲认识的林远珊 竟然是世界首富 林远莱的父亲 是啊 嘉丽 你以后要发达了 可没有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 别别别别 就是 你以后 你听着不能忘了我们 啊 快 宝败了 你家人 你 你 嘴 林远珊 有钱就像是人 你做梦 这 嘉丽 你都已经跟了他两年了 眼看着就像发达了 可不能被外边那些狐狸精 抢了他就回去 就是嘉丽 你可得想想办法 绝不得都欺负到你 可跟我抢的人 不管你是谁 都得死 帮我跟紧 走 跟我去商场 生死了他 姐 还要我去 我 家里怎么还不来 不许装眼哦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爸 这个呀 就是我送给尹阿姨的见面里 怎么样 还满意吧 这颗皇冠 是你女儿 特意从全球 请了最顶级的设计团队 耗时整整三个月 为您亲手打造而成 您看 这九十九颗配钻 每一颗都是来自 南非的钻石中的极品 价值不菲 您再看这颗冠领的宝石 是您的女儿 花费了将近十亿美金 从家时的拍卖会中 拍来的孤品 您女儿为了打造这颗皇冠 消费了将近百亿 百亿 奶奶 这 这也太不语重了 爸 只要尹阿姨 她是真心实意的带您 别说这百亿了 哪怕是千亿 甚至是万亿 那我也愿意 家里你怎么还没来 他们又亲上了 臭贱人 我弄死你 爸 我能有现在呀 那都是因为你 那现在女儿有出息了 当然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 奶奶长大了 抱起来吧 半个小时之后 给我送到隔壁的宴会梯 好的女神 哦 还有这个 一起清洗好 送过来 爸 咱们走吧 爸 你要是有事的话就先去 我一会儿上楼休息一下就好 好 奶奶 那你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见 嗯 快去吧 好 我精心为你安妮准备的礼物 她收到后 一定会很开心吧 走 你这个贱人勾引的我男人 你谁啊 放开我放开我 你个有爹咬没爹叫的贱人 勾引我男人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小三是什么街场 让你当小三 我让你勾引我男人 不是 哎 严安严 你叫我阿姨 你叫我阿姨 死到人头了 你还得找我老 什么 你叫你叫我阿姨 我叫你叫我阿姨 哎 阿姨 你误会了 我是零娜 你说什么 我爸 我爸叫 零月山 你刚刚说你是男呢 这个糟狐狸 你居然还敢冒充男呢 谁不知道男呢是实际手术 你还敢冒充他 你也不打泡尿 好好照照自己 你 你 严阿姨 我们之前 打过电话呢 你要是不信的话 给我爸打电话 给我爸打电话 嘉丽 要么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万一他真是林首富 那咋今天 你个嫂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 你不就想让林远山过来跟你撑腰吗 别妄想 今天 没人准 给我打 他不就是喜欢勾引男人吗 咱们就把他的脸拿回容 我看他以后 怎么勾引 不是嘉丽 你要么还是确认一下呗 确认个屁 远山都跟我说了 南南三点才下飞机 现在这个世界 南南还没降落呢 所以我继续打 啊 坐在屠里 坐在屠里的老公 啊 还早变呢 我都看到了 知道吗 他不是喜欢你勾引别人家老公 今天 虽然都好好吐 要好吃点 啊 不要 啊 啊 把他衣服给我搁了 啊 哈哈 啊 不要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救啊 哈哈哈哈 救啊 你个贱人我打死你 啊 你个臭婊子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让我老公过来给你撑腰啊 你是可怜样 我看着可真恶心 我真的是没难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撞我女儿 像你这种两腿一匹就妄图想改变命运的 我可见多了 我告诉你 这次你可惹错人了 把他给我拖到燕归厅 我要当众罢光他对你说 我要让大家好好看看 如果你家里的人 是什么家长 我女儿是世界首富 你这样做 是办法的 没办法 我女儿是世界首富 你又能奈我何啊 哈哈哈哈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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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 是吧 哈哈哈哈 要我说呀 还是家里有本事 找了个首富的爸爸当老公 哈哈 让我们也跟着沾了光 这以后啊 家里可就是我们的大恩人 哈哈哈哈 哎呀 家豪 恭喜你啊 没想到你的游戏一变 变成了首富的舅舅 这以后要是发达了 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亲戚啊 哈哈哈哈 你以后可不能忘了我们呢 哎 那好了好了 别说了 诸位 今天的生日宴 我外甥女会亲自到场参加 大家注意点 别把那些坏毛病都带起来 省得让我外甥女看不起我去 哎 这个你放心 再怎么说 咱们也是家里的娘家人 肯定不会让家里丢脸的 放心 啊 姐 这就是勾引我姐夫的骚狐狸啊 没错 就是 确实长得不错啊 难怪能勾搭上我姐夫 你 臭婊子 你以为勾搭上我姐夫的就能一杯冲天了 哎 看来你活不错呀 能让我姐夫给你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把他手势给我帮下来 别过来 放开我 下来 你们这些不能放开我 放开我 臭婆娘 哈哈哈 再动我把你衣服也帮了 干什么 啊 啊 扫兔你 现在知道勾引我男人是什么下场 我说了 我不是潇洒 都到现在了你还不承认 给我继续 什么东西啊 你好女士 你预定皇冠送到了 她的 没错 这位小姐和林远山先生在我们店里预定了 我今天送到医生去 啊 姐 这这这皇冠上小满了钻石 姐这这是什么 我想起来了 这个宝石价值十个亿前段时间更被人拍走 好 一颗宝石就值十个亿 那这替皇冠得值多少钱呀 我原以为林远山对家里就够大方了 没想到对这个丧虎屁居然这么过重 少说两句 行了 东西送到了 走吧 走啊 我跟了林远山十几年 他送我的东西不过几万 几十万 没想到一出手 就给这个贱人十几个亿 坑了却不是你想的呢 姐 这个宝石虽然只十个亿 但这是林远山的婚钱财产 你别冲动 别冲动 我得不到的 谁也别想得到 林远山里 如果你今天把这个皇冠摔了 那你一定会后悔 你个骚狐狸 现在你还敢威胁我 我看看 你到底怎么才能让我 快 我的 我的 我原本 你母是不是想要输走的女人 没想到 她这么刻薄 善妒 还有这些天气 寒财 自离 简直就是一群柴 这群柴 竟然把我爸给骗了 皇冠是你咋的 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说的没错 是我的选择 王冠是我摔的 你是我打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哈哈哈 干什么 干什么 你看好了 这就是你勾引我男人的下场 这还个玉琢 你不能拿这个 家里把桌子划给我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原来就是洗清卫前的破玩意儿 我妈妈都 我妈妈的手桌子划给我 你家里 如果你今天把手桌还给我 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我都可以寄往不尽 还给你 原谅我 嗯 只要你跪下 大喊三声 我是臭小孩 我就可以考虑把它还给你 哈哈哈 我 我妈 这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我不能让他们回来 走啊 不可呀 那 那你把它 摔碎了 我可 我可 我 我是臭小三 我 大喊声 我是臭小三 听不见 我是臭小三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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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我看 嗯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 那就把他放逼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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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小心手滑了怎么办 不手滑啊哈哈哈哈 你家里今天一定要绕你 待 companies 啊 哎呀 嗯 fav 敢打我姐 啊 找死 臭狐狸竟然打我 allied 呻 tahu 我要你动手上 我该敢对嘉莉动手 把他噎死是便宜他了 想后一我老子 也不看看你呸 嘉莉用你消消气 这样容易把人玩死 慌什么 哎哎 这没什么 我吓死 林嘉莉 我一定要让你们 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还敢为别人 林总报 啊 嘉 姐夫来了怎么办啊 他他人挺怪的 啊 走 哎 姐 哎 姐 姐夫来了 你怎么不接一下 他做了那么多恶心的事情 还想让我去接他 他想都别想 哎 哎 嘉莉 怎么了 你说我怎么了 林远山 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嘉莉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哪种人啊 你装什么装啊 你赶快跟那个狐狸精断了 不然我就把你这副嘴脸发到网上 让大家都看一看 世界首富的爸爸 到底有一副多么肮脏的嘴唇 嘉莉 你诬陷我 我可以跟你不计较 但是你要敢做出一丝对我女儿不利的事 我弄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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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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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妹一副 这嘉莉就是小孩子贫心 你别跟他一般计较 先生 嘉莉 你让我过来 我来 好啊 你来杀 你为了那个狐狸精砖要杀我是吗 女儿一会就过来了 你来自己来跟他解释 尹嘉莉 男的难得回来一套 我不想影响他的心情 我劝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你 别再让你解套了 什么了 金鲁徐 林月山 咱们后晚妹子的如花富贵就没了 哎呀 月山啊 你错了就错了 你改了就好 哎 干嘛 不承认呢 啊 你给我走开 哎 我说什么了 你没有 我承认什么 好啊 林月山 你不承认是吧 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 把包拿过来 睁大你的眼睛 给我看好 这里面一件一件的首饰 都是你送给那个狐狸精的 我就说嘛 你的女儿是堂堂的首富 为什么每年才给你区区的两千万 原来你是背着我藏私房钱 把钱都给这个狐狸精花了 现在证据都在这 你还怎么狡辩 这些珠宝你说是我买 我什么时候买这些东西 林月山 证据摆在面前你还想抵赖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这些首饰 哪个不是你在网上看的 爸 你看这些首饰哪个更好看 这些东西哪来的 怎么你终于承认了 这里面的每一件首饰 都是我从那个狐狸精的身上 扒下来的 什么 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从别人身上扒珠宝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兴趣 你们这是抢劫 你们不怕坐牢吗 好啊 李月山 你为了那个狐狸精 居然想送我去坐牢 等一会女儿过来了 我看看你怎么跟他解释 起来别闹了 你说我闹 你还是不是我尹嘉丽的弟弟了 是他出轨他找小三 你不说他你本来说我 我心里当然是向着你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两个还没领证 你这么一闹他不要你了怎么办 是吗 哎呀 远山 你不能因为我们抓了你的小三 你就往我们身上扣帽子 拿坐牢吓唬我们 就是 这我们抓他扒他的首饰 还不是因为你永远是出轨在先 这我们作为嘉丽的娘家人 总不能看着自家姐妹受委屈吧 你们一个个的说我出轨找小三 证据呢 就凭这些首饰就 我问你这东西从哪里弄来的 这东西从哪来的 哈哈哈 李远山 李远山 你终于承认自己出轨找小三了 我问你 这东西从哪来的 怎么 亲疼了 李远山 我告诉我 你送他的皇冠 是我摔的 他身上的首饰也是我爸的 就连那破烂的镯子也是我弄碎 你瞎 那个贱女人还天真的以为他只要跪下来求我 我就能把镯子还给他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尹嘉丽的男人 那可是 他人在哪 李远山 你 我告诉你 我 我 我 告诉我人在哪 爸 爸 姐夫 你谁在这说一句我叫他死 说人在哪 男人 帮你 我 我 uwu 南南 南南 就是爸爸不好 爸爸也保护好你 他不可能是南南 南南两点才下飞机呢 这个狐狸青分明是个小子 他怎么可能是南南 他竟然真的是世界首富林南 叫医生 爸爸没有照顾好吗 谁帮我女儿打成这样呢 是不是你 姐夫不是我 不是 是谁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不是 不是我们 真的不是我们 我们连南南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 既然不是你们 那就是你了 月神 月神 都是误会啊 听我跟你解释 我不知道她是南南 都是误会啊 听我跟你解释 我不知道她是南南 我问你 我女儿的伤 是不是你干的 这是误会啊 你听我跟你解释 干什么 尹教律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南南是个世界上 我唯一的亲人 就算我粉身碎粉 我也不容许她 受半点生怀 人家 我不知道 我说的是她的 我知道 你以为你一句不知道就可以洗心你所有的罪责了吗 告诉你 南南又是个三长两朵 我要你 还有你们 我要你们统统都死 爸 南南 南南你的腿 你的腿 我问你们 我女儿的腿 是谁打的 不是我们 真的不是我们 是的 你应该是我的腿 是她打断的 你 嘉丽 我弄死你 嘉丽 我弄死你 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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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南南南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是我眼里下 是我不要脸 我认错 南南 我求求你 求求你原谅我可以吗 我真的没认出来 你 妈 我要是认出来你的话 你给我一百个胆 我也不敢对你动手啊 南南 你大人有大量 我求求你 把我当铁铃放了吧 你别让你怕再打我了 他没了你 真的会打死我的 你是吗 爸 没事的 就是他拿椅子砸了一下 坐几天轮一起好 什么 别担心 你敢用椅子砸男呢 给我拿椅子了 六哥 六哥 你救救我 不然他知道 我一生我的表格 你自己做的你 可别连累我迈走 远山你听我解释 李嘉丽 我连远山的你 我自己都舍不得动你的手 你竟然可迷迷地砸他 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没事我错了 我真的听到错了 你现在听到错了 完了我跟你说 不要 不要 放开 放开 奶奶 她摔碎了你妈妈 送给你的手中 还把你害成这样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爸 让她付出代价 打她是最好的选 我求求你原谅我 我以后 再也更 以后 尹阿姨 你可没有以后 难道 你 那顶皇冠 是我找全球最顶尖的设计师 耗时整整三个月才打造出来 她 价值百亿 百亿 没错 百亿 她本来是我送给你的贱命 只不过 因为你的蜀木寸光 这顶绝世珍宝被你新手毁掉 什么 你 你说那顶皇冠是送给我的 我的钻石 我摸张的钻石 我钻石的 你们把我钻石还给我 你们这帮强盗 皇冠是我的钻石 你也是我的 把钻石还给我 这个皇冠价值百亿 上面的钻石也一定很值钱 不想 不能被这身皇冠占物你们的便宜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跟你们钻石交出来 好 你们两个白眼了 之前以为这钻石 是远山买给林首富 就送给我们共抢这钻石 现在都好了 脏水泼到我们身上 你们两个就是白眼了 这是抽不变脸的 就是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东西 简直就是狼心狗肺 我告诉你们 以后你们再有任何事 别再指望我们娘家人帮你们出关节风筒 我的钻石 钻石 钻石 是我的 是我的 你起来 不是我的 我是家豪 是我的 慢着 叶阿姨 你确定要把我的皇冠还有钻石 装进自己的口 这些加起来 价值百亿 按照抢劫来算的话 你就算有十条命 也够还的 不 我不是抢劫 这些东西 原本就是你打算送给我的呀 我原本的确是打算送给你 但我见识了你的尖锁刻薄和蜀木冲光之后 我决定收回我的领 不 这是我的 你不能收回去 叶莎 你帮我跟楠楠说些好话吧 你就帮我跟楠楠说些好话吧 尹佳丽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脸收楠楠的礼物 你带人折磨楠楠的时候 你又我想过现在 你用椅子砸楠楠的时候 你想过现在 我告诉你 我跟楠楠不仅要收回礼物 还要跟你划清界限 划清界限 没错 从今天起 我临楠楠和你 形同莫名 再无瓜葛 不 不行 你绝对不能不要我 我照顾了你整整两年呀 你是生气了是吧 消气了就会好 对 一定会这样 临楠 我跟你道歉 我跟你认错 你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姐夫 我姐她知道错了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你不能因为 这一点点小事 您就把她赶出林家 您这以后 谁还敢跟着您 那你大可以放心 只要我爸愿意 有大把的女人 想要嫁进我们 而这些女人状 绝对不会有她引加力 来 把这个女人给我带出去 别让她在这继续革心难难 林远山 你把我两个月前 你出车祸 是谁照顾你的了吗 楠楠 你爸两个月之前 除了意外 在医院讨了整整半个月 那半个月 是我 没日没夜的在那照顾他 给他端屎端尿 爸 林远山 当时你身躁破裂 需要换身 是我把我自己的身 换给了给你才活下去的 你现在是地里面的 是我的身 对 林远山 就是忘恩负义 我姐为了你 她都愿意把身脏搁下来救你啊 你可倒好 你现在生龙活虎了 你荣华不愧了 可我姐呢 就被你赶出了家门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个月前 我的确出了车祸 但我怎么可能是用他的身 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 好 魏林远山 身就活了 你就不承认了是吧 要不就当着大家的表 把衣服掀起来 让大家看看你腰上的伤疤 爸 你出这祸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不跟我说呀 要是没做过冠身手术的话 你腰上怎么可能有一条 这么长的伤疤 还是说你林远山是一个忘恩思义的小人 哎 你看 我早就说过 这有钱上都是那翻脸不认人的人 家里把他干好 还去翻脸不认人 还把人家赶出去 完完整整的一个人 交给你们林家 结果少了一个事 就被你们当狗一样赶出家门 你们假如天没人性了 哎呀 家里啊 你太可怜了 我们啊 就该把这都拍下来 也让大家伙都看看 所谓事情手术 也不过是这种货色 闭嘴 我绝对不会受人恩惠于不顾 如果我真的用了他的身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远山 我是怕你干净呀 我本来是想着跟你过一辈子 跟你白头些老头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想要把我赶出去 奶奶 都是我不对 今天都是我错了 有事情你冲我来 但是我知道 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我求求你 求求你原谅我吧 奶奶 你爸爸 最喜欢你 最疼命 只要不赶我走 让我做什么都行 爸 是女儿不信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都没有在身边照顾你 爸 既然 既然他有恩于你 那不然 再给他一次机会 奶奶 他把你伤成这样 我不可能再给他机会 爸 可毕竟他救过你 这救命之恩大于天 是我们邻家亏欠他 奶奶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如果他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功过乡底 我可以考虑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现在仅凭他一张嘴 事功事过 还不是定数 月事 你这是什么的意思 我明白了 爸 去找私人医生过来 我要现场给我爸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慢着 不用让他们去了 叫他们回来就行了 怎么 怕医生检查出来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换肾手术吗 不是的 袁山 我们确实做过肾脏医治手术 因为我那边有 我去打给你看 我说的都是实话 袁山 我信你一个把我女儿虐身致残的人吗 袁山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男的 我要知道他是男的 那我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如果换到其他人 你还是一样会残暴欺虐对吗 够了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等医生来了 就什么都清楚了 王医生来了 这医生怎么来得这么快 林总 你找我 林总 你找我 王医生 我爸最近好像做过肾脏移植手术 您帮忙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 直接说吧 没错 我爸身体有什么意义 林总 您父亲的伤口看着确实有点怪异 这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伤口看着有点怪异 这个是处理伤口的医生经验不足所导致的 不过您不用担心现在都已经完全康复了 那我爸有没有做过肾脏移植 楠楠 医生都看完了 再说了 远山现在都已经恢复好了 差不多了 咱们就别麻烦他了 我没事 你继续吧 远山 你看你 你又不听话了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为了你这点事情 我真的没少操心 王医生 远山 受凉了可就不好了 松手 我让你松手 李嘉丽 你最好气到查不出问题 但凡让我查出 你却在骗我 我保证你的下场要比现在惨一万倍 王医生 林总 您父亲的确做过肾脏移植手术 说什么 你确定我做过肾脏移植手术 从外部检查来看确实是这样 包括伤口和缝合细节也都符合肾脏移植手术的计划 真心大了 刚刚还那样羞辱我姐 口口声声说我姐骗你 怎么 被你那私人医生打脸了吧 挺的家豪 少说几句 姐 他们刚那么羞辱你 你还替他们说话 毕竟远山之前 我们有误会 他不相信我 也是正常 蓝蓝年纪还行 我这个做长辈的 就应该多一点包容的体谅 包容归包容 体谅归体谅 姐夫 您和您的宝贝女儿刚那么羞辱我姐 你总该给个说法吗 对 嘉丽 受了这么多的冤举 应该要点报酬 就是 说我们嘉丽骗人 还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对我们嘉丽 你知道我们嘉丽娘家没人吗 你 这次赔礼道歉 如果不能让我们满意 那就把他们的嘴里挂到网上去 挂到网上 好了 你们都别说了 我之前都说过了 只要我跟远山能够白头歇浪 我受什么委屈我都能忍 远山 你别听他们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南南 你再原谅阿姨一次 好吗 如果他真的为了爸爸做出牺牲 那给他一几机会 不可厚负 可我总觉得那里不对 如果真受到委屈 以他的比较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服软 王医生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 去查就诊记录 记住 细节一定不能放过 南南 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不愿意相信我吗 南南 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不愿意相信我吗 你把我女儿打成这样 我们就不能有点疑心吗 林远山 你这分门就是忘恩负义 不要以为 你有几个破钱 你就可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你要不想认我姐的救命恩情 你就直说吗 你还这么羞辱她 羞辱她 她把南南打成这个样子 我不杀了她 就已经是很仁慈了 林总 现在去查诊疗记录 往返时间最少得一天 您看 那就等 调查结果出来 我不会 在场的所有人 都不许 哎 哎 干嘛这么招摸我们 是有被害妄想征吗 妄恩负义也就算了 还帮我们这些亲戚 全部都圈进这 有没有往法了 踢我看 你们这就是仗势欺人 我们仗势欺人 南南被你们一个个 欺辱霸凌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欺人 我女儿被你们关在里面的 吃了 你们怎么不说仗势 林嘉丽 你的这些亲朋好友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远山 你是真的没有必要去做什么 诊疗记录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咱们也有诊疗记录 你做完了之后 还是老样子的 真的没有必要去浪费 那个时间了 远山 今天是你的生日 咱们今天先过生日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有什么事情 咱们明天再说 好看 林嘉丽 我女儿说了要等 你不要一而再 再而三挑战我的耐心 我女儿说了要等 你不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挑战我的耐心 说一千到一万 你不就是不相信我吗 行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干姐 你干什么呀 你干啥事 你又敢三十两端 我怎么办 爹娘怎么办呀 他们不相信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林远山 你救他 这样羞辱我姐 你不要逼她不行吗 我也没有意思 她不是要正义吗 我给她 我给她 行了 爸 要不我们姑且相信她这一次 之前的事 我也不想计较了 好 楠楠 爸爸送你回房休息 林先生 在珠宝店内 确实有暴力伤人事件 啊 这是视频 您过目 这是视频 您过目 我让她 让她 我让她留言 视频里边围守的女人 正是一家里 其行为恶劣的 残忍 立正发 天使对林总四一的辱骂 欧党 一遍又一遍地 建杂着林总总宗宁 甚至 我让她专家里 七到三个人都给我抓起来 发动 发动 能发动 发动 我要让她用事不得翻身 啊 啊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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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李总 我不要错了 我不要错了 我不想错了 李总 都是你家里 只是我们这么做的 你虚口配人 月山 她在污蔑我 我说的句句属实啊 林总 我要去你 是你家里 是你家里 让我们打林总的 你刚才去跑店 是你家里 不要撕林总衣服的 他刚才往林总脸上 付我酒啊 你给我闭嘴 闭嘴 你个臭嘴 要不是你跟我说 他俩的照片 我都不能误会男的 这些照片 都是你拍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全不是故意的 李总 带走 不要 别这样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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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帮我 李总 我要东西要找给你 你两个月 现在是我 里有眼前 李总 你两个月 现在是我 里有眼前 真的 我把他带走 李总 李总 我知道 你两个月前 车祸的全部真相 李总 我真有东西要交给你 什么东西 只要你答应 不让我过劳 我就把东西交给你 让你们看见 你家里的真面目 你肯定给我闭嘴 你肯定给我丢了 你肯定 把他给我拉开 李总 我保证 我保证 我说的句句属实 如果我撒谎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我是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想坐牢 坐牢不坐牢不是我说算 是看法律的 不过 如果你提供的东西有用的话 我倒是可以千两件数 并且 对你同情 好 我说 你这个乱嘴 你要是敢乱说 你看我 是我跟你没完 明明是你喊我们打人的 也是你让我们不敬灵 凭什么 凭什么现在你好好的 我们这个就要被抓啊 好了 刘婷 你交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电脑里 有同体验力 紧承新车子上 拷贝的视频 里面是他精心策划 冒害您的全部过程 您两个月前出的那场车祸 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 是他 是他想要继承您全部遗产的阴狠手段呢 您只要找人把视频去 就一切都清楚了 你平常理人 我原本以为 你是嫉妒的善斗 没想到 你竟敢弄坏我们吧 来人 给我看 刘婷 你还知道什么 还有 尹家丽 他根本就没有给您换圣 您的圣根本就没有问题 是他故意找人 在您健康的身体上滑了一把 尹家丽 你好狠的心 林总 他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候 额你们赋予一把 他和您父亲最开始相亲 就算计好了 再等 我跟您在一起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的 是他都是他是他嫉妒我 他诬陷我的远山 我说的都是实话 只要视频取来了 就可以证明我说的一切了 梅总 刘婷电脑里边确实有份加密粉钱 对 就是那个视频 密码是1234 只要看到那个视频 他尹家丽的丑恶嘴脸 就泡了我回忆了 艾丽 你说咱制造个车祸 你怎么就能加入豪门 宝贝 我都调查清楚了 虽然不知道林永生的女儿是什么身份 但是我可以确定 就是到肥肠胸前 只要我拍上了眼神 我们家就有花不完的钱 花不完的钱 花不完的钱 我 我是不是也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妈 我就是个医院做手术缝合的实习生 我能干嘛呀 你呀 只需要在林远山的肚子上 划上一条口子 然后再给它缝起来就可以了 到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 就用 我想起来 如 花 富 贵 打 接着打 给我打 简佳丽 是一个毒素 原来从一刚开始接近我 你就是在的目的 我说你为什么老跟我要钱 都是给他们要的 不是那样的 那个人不是我 都是刘婷子 是被他脱罪的 在头 你看爱我 不是 林总 都到这个分上了 我也没必要撒谎 我天啊 你们要是毫不相信我 我 我知道视频里的人在呢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找他们 这个行车 记录于的视频 轻轻出主 拍下那个男人的脸 照我查出 您当中还有人骗我 那后果 你就是简单 坐牢那么轻松了 故意造假 满口谎言的人 我会连同你们的亲户 一起铲住 一个也别想逃掉 我会连同你们的亲户 一起铲住 一个也别想逃掉 这是抗家之间的事情 跟咱们没关系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 都 都说 都说这货不得家人 怎么还把我们这些 娘家人给牵涉进来 我就不相信 他灵远山的能耐再打 他能把他所有人都弄完了 你们不相信我爸 那你们信不信我 要不然试一下 看看我林家的实力 能不能把你们这些人彻底 孙特主 从现在开始 我爸的话就是我 还有通知整个江城 不 通知全国乃至全世界 谁要是敢接纳他们这些人 那就是跟我林南作对 我林南对待敌人 可从不说 林董吩咐 整个江城乃至全世界 凤杀一家里所有金属 不能 你有钱了 但是想让江城乃至整个世界 都让我们完蛋 那你也太恐惧了 我老婆来电话 你们相信他一个电话 就能让我们完蛋吗 喂老婆 怎么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的公司破产了 你和你前来催债了 房子也被正成 债主也来逼债了 小时候以后 没我的容设就算了 我直接去看我了 林总 就你饶了我们一家人吧 我以后再不多走 这都是林家立的跟我妈的 跟我没关系 从今天开始 我和林家撇清一切关系 我呸 我现在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 谁想跟林家撇清关系 可以滚 但是如果让我查出你们谁诬陷嘉丽 和那个男人合伙来骗我 那你们一点好处也别想得到 走 快走 再不准备 你别走 走 你们 你们这群没良心的 你别跑 姐 只有你了 你放心 我永远夹到你这 我去马上追回来 姐 林家立 看来你的这些亲戚们 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你 林家立 看来你的这些亲戚们 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你 林家立 我不是不相信我 他们是位置首富的权利 我求求你原谅我 我是真的爱你啊 哎呦 哈哈 刘婷 你是说出真相啊 还是有看着你的全家 都辅葬真之地 啊 林总 我知道撞你的人是谁 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在哪 宋太露派人把那个男人带过来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没听啊 是他们吗 就是他们 林总 他俩 就是尹大夫的老公和儿子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相信我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不认识 好啊 既然不认识 拉出去 把四十打斗了 妈 救救我 我可是你的亲儿子 我不要死了 林家立 还真是好手 你儿子看着比我都大 就这样 你还敢骗我爸 说你没有结果花 林家立 我求求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不认识他们 我真的不认识 是他 是他开车撞到你 所以他才诬陷我 相信你 林家立 你不说你不认识他们 那为什么知道是他们撞到我 反而在我面前隐藏 林家立 你把我给你 当时打的哄骗吗 林家你打的哄骗 人的确实是我儿子 但是我和这个林家里 我们早都离婚了 我我我开车撞你 我跑了 确实不对 总是逃一场 也只是判两三年 我就出来了 你可千万不能用 你们林家的这个权势 欺压我们小老百姓 你可千万别碰我 林家 你别听人话 胡说八道 他在林家里根本没离婚 你这样子 八道你哪里根本没离婚 林家立 你真是阴险歹徒 为了捷径 我故意制造车祸 我嫁接捐动肾赞 来博取我的好感 我 我真是瞎了一眼 我会喜欢让你这个恶妇 月山 我错了 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回去就跟人话 你活我跟他再无瓜葛 我是初心开始 当时我真的是被他逼的走投 无论是他有婚姻威胁我 我发誓 我发誓 我真的我 我心里都是你 我最爱的人是你啊 月山 骨子的你 都是咖啡座 我都没有婚姻 我恶毒的恶妇 我还不能进入家子 对 林总 你要弄 就弄死他 林总 我不该为了钱 我故意开始撞你 但是 但是我都是被 尹家里这个 这个毒妇 这个贱人 蛊惑的 我才做了这么多准事 他 是他想加入豪门 还想碰弄服务 亏得我没跟他离婚呀 要是 不然咱俩 都被他给骗了咱俩 其实是 尹家里 贱货 我们这一天 都被你坑起来了 林总 千从万说都是我妈的错 我只是个医生 我是无辜的 林总 已经查清楚了 任兵就是车祸那天 接你去医院的医生 孙特朱 把他们全都拉下去 抱歉 全都收监入狱 孙特朱 把他们全都拉下去 抱歉 全都收监入狱 是 对 对 抱歉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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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姐 嫌疑 冲击发 你走 奶奶 是爸爸对不起你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就是为了给爸爸过生日 去让你遭受这些痛苦 爸 这事怎么能怪您呢 要不是我们经历这些事情 怎么能看得清 那尹家里的真面呢 或许我就不应该找什么伴 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 只要你偶尔回来陪陪老爸 我就心满意足了 爸 先起来再说 爸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找老爸 我想 妈妈的家天之灵 也希望你能找到一个 能够照顾你的老爸 所以 女儿决定了 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让公司所有的员工 都去给你找 直到找到你最合适的 奶奶 胡闹 你难得回了一趟 我们父子俩也好久没有这样 单独庆祝我了 那 女儿今天 就给我爸 过一个只属于我们父女俩的生日 只可惜 这尹家里这么一闹 我准备的礼物都 男男 爸爸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你陪在身边 就是爸爸最好的礼物 爸 生日快 老头 我永远 我永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